但是如果要静仰光的话 整个的投资成本是高的 那么最要紧的是 缅甸的基础建设相对还是落后 所以电信业抢进缅甸 现在的真实情况 为您报道 缅甸金币辉煌的大金塔 出现在精致的旅游广告当中 透过CNN在全球播放 缅甸政府宣告要开放门户 向旧时代告别 政府积极向外资招手 电信业者首先抢摊 南韩三星在仰光开了第一家店 卖手机卡达和挪威的电信公司 也先后进驻 这些外国公司认为 最大的风险不是花钱建设 他们最担心的是网络开放后 现在的军政府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容忍度 会影响公司的盈域 不以细为贵 缅甸的进口轿车卖的可是天价 日系品牌的轿车是美国售价的五倍 福特率先挺进缅甸设厂 尼桑随后跟进 尼桑在当地提供了三百个工作机会 预计每年将生产一万辆汽车 不过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敢带着钢盔往前冲 下跑投资客的最主要因素 首推基础建设落后 缅甸经济才刚刚转型 还有国内的宗教冲突 使社会不定时炸弹 加上缅甸的政治改革 才刚刚开始不确定性太高 外资暂时观望 缅甸政府只得靠观光和成衣出口 自力救济 但缅甸廉价竞争优势 恐怕维持不了多久 春江水暖雅先知 缅甸的房地产率先预告了经济前景 仰光市中心的房地产价格 今年已经涨了将近四成 饭店房价上涨了65% 涨幅居世界之冠 大企业进驻黄金地段 小吃店要被赶进小巷子 而另一种迁徙 也即将在农村发生 缅甸绝大部分的农业人口 未来也将朝都市迁徙 才能让经济繁荣 预估至少需要一千万人 外资企业表示 2015年的大选 缅甸政府如果能够拿出 更多的开放政策和决心 缅甸将会是继泰国和新加坡之后 又一个东南亚奇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样Focus美洲 被称为欧际健保的评价医疗法案 是美国这几天的大热门网站 用挤爆了形容非常贴切 CN的记者说他自己试了两个星期 才挤得进去能够登记 法案是在2010年3月签署完成 必须要在今年10月1号到明年3月底前 美国民众完成登记 明年元旦就正式上路 目前美国总共有4800万的公民 是没健保的 欧际健保就是对所有的美国公民 强制纳保 范围扩大到贫穷欠1.33倍以下的家庭 目的是说要让所有美国人 都能够有负担得起的健保照顾 而整个预算就是这一次呢 两党侵诈的一个原因 因为会持续增加 未来10年全美纳税人 要多付5000亿美元 另外26岁以下成年人 如果还没工作 就透过父母纳保 在美国开公司 50个人以上 以后呢雇主 一定要负担员工的保险 否则就得吃罚单 这可不是什么电视购物频道 而是美国总统欧巴马 眼看他的金字招牌 欧巴马Care 欧际健保 因为申请网站瘫痪 成为各界攻击健保 干脆亲自站上火线 欧巴马健保的评价医疗法案 10月1号上路后 申请网站技术问题评传 不是无法登录 就是不断出现错误讯息 欧巴马干脆要民众 改用传统的方式打电话 几个礼拜前 欧巴马才说过 未来买保险 会像网路购物一样简单 欧巴马言由在尔 但现在似乎只有漫长的等待 这让原本因为政府关门 国债危机 灰头土脸的共和党 再找到新的着力点 共和党保守派更要求 负责的美国卫生部长下台 更批评他 没时间到国会接受质询 却有时间上电视节目 凭出报的健保网站 也立刻成为各大脱口秀的笑柄 连健保网站首页的代言人 都成了美国媒体人肉搜寻的对象 看看是谁这么倒霉 被欧际健保脱下水 现在欧巴马出面 谈成网站疏失 但强调这是开始 美国民众还有六个月的时间 加入健保避免受罚 白宫官员透露 目前为止 已有近50万人抵除申请 1900万人造访健保网站 欧巴马的记者会 最后有段小插曲 站在他后面 患了糖尿病的孕妇 在他滔滔不绝 讲了26分钟后 头昏眼花 差点昏倒 GPB新闻综合报道 还是觉得欧巴马是全球最有权力的人吗 还是觉得是麻烦最多的人 好我们接下来focus英国 英国现在的热门话题是什么 要追上的话 那就是英国宣布 兴建1995年以来第一座核子发电厂 这是日本福岛核灾事件之后 全欧洲第一座还要兴建的核电厂 这个核电厂总共要花160亿英镑 换算台币要花7600亿来兴建 预定2023年开始运作 它会占英国总的发电量的7% 预估可以提供英国700万户人家的用电 不过最争议的是这个核电厂 是由英国法国跟中国一起合作 英国的财相奥斯本 这次是利用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可以宣布 他让中国公司进入英国核电业 和法国的电力集团EDF合作 核电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国家工业 让中资至少持股超过30%到40% 引发非常多的议论 亏为两年七个月 福岛渔市场终于解禁 进行311核灾后第一次的渔获竞标 答案是很简单 什么东西可以买在市场是安全的 国际园能总署专家挂保证 福岛食品的辐射值地域标准绝对没问题 日本首相安倍更在尽头前试吃福岛海产 要大家也放心吃 事实上福岛辐射污水 从未停止流入大海 问题也无解决迹象 看到如此惨痛的现在进行事 英国却宣布 要在新南部的新克力角 新建18年来首作新的核电厂 但核电这样敏感的国家战略资源 英国却选择引进法国国营电力集团 EDF的技术 以及大陆核电集团的资金 引发不小争议 造价160亿英镑 相当于7600亿台币 预计2023年运转 法国EDF将持有45%到50%的承造股权 中国大陆持股也将达到30%到40% 也就是说新克力角 将是做符合英国法规的核电厂 但负责营运的却是中法联军 为了保障建造品质 英国政府喊出要以每百万瓦小时92.5英镑 现行市场的两倍价来收购新克力角的电力 并提供电价担保35年 以平衡英国目前不断飙涨的电价 虽然英国拥有目前全球最大的 离岸风力发电厂 但以再生能源现行的技术跟成本 仍无法取代相对便宜的核电 而英国想到拿法国和大陆的钱盖电厂这一招 也是为了把财政预算用在教育和医疗上头 英国上周才宣布要引大陆资金 新建曼彻斯特机场 现在又要签订中法投资的核电厂计划 让国家门户与能源掌控在外国人手里 英国摆脱财政困难的这步棋存在不小风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又发生令人遗憾难过的校园枪击重大案件 这次是在内华达州的斯巴克斯中学 这次是才13岁的学生 拿了爸妈的手枪到学校开枪 当时有个数学老师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 劝这个13岁的孩子放下枪 没有想到学生立刻开枪丧命 枪手13岁的孩子也引弹自尽 最后的悲剧结果两死两伤 平静校园突然涌进一堆警察 指挥学生赶快被赎包离开 接到消息的家长赶到学校 整个校园弥漫紧张气氛 美国内华达州斯巴克斯中学 21号上午7点多紧传枪响 造成两死两伤 凶手竟然是一名13岁的学生 I was just talking with my friends and then I just heard this bang I thought that was going to be my last day They have at least two down one in the drop-off area for the buses Suspect is described as wearing khaki pain